所谓的函数的逻辑 就是以幅函数来做 一个是处跟false 一个是那个多重 那VBA里面呢 怎么做 OK 一样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按钮 第二种是function 那我们现在来看 待会的话 就把这五个按钮完成 五个按钮 OK 那程式都在云端上找得到 你至少 反而来动手 至少你会复制贴上 把按钮做出来 至少看到你有在 至少你会这些 细节回去有时间 再慢慢演练 一定会有花时间的 其实当然我们没有期末考试 不然我很想考 你到底做不做出来 给你一个 做出来才算数 可是没那么多时间 但是我觉得 只是帮各位开个头 以后的话 慢慢你可以自己再去 把这些细节部分 再充实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 我希望做出的效果 按下它 它能够怎么样 帮我填上 在H栏 填上合格不合格 第二个是清楚 慢慢应该有概念了吧 反正之前有写过 for I 先插入一个程序 叫成绩 for I 等于第二到第七 在H栏里面 什么 输出 清楚的话是输出空字串 但是如果要输出的是 有合格不合格的话 那你就需要 在回圈里面 再做一个if 跟Ls的逻辑判断 那条件就是在if 跟Zen中间 里面的话就是 什么条件呢 就是去抓 这个 一栏里面的资料 同一列 同一列里面的资料 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是输出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OK 好 那清除的话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如何撰写 第一个 一样插入那个时候 我们的那个 这个 因为你会发现 我开起来 其实我后面 还有开好几个档 那记得 你们在插入函数的时候 或者在撰写程序的时候 要看清楚 像之前有同学 看到底下这边 好像已经有模组 就给他看到 模组 把它打开来 然后就给他写在这边 可是这个是别人家 你家应该在这里 对 结果他一纯说 老师回去 为什么我的VBA程式不见了 原来在另外一个档案里面出现了 因为你写错位置 写错地方 所以我建议 你干脆 如果你怕 有这个问题发生的话 你干脆 把之前开过的档案 先把它 这个先关闭一下 把这个也关了 OK 如果你关闭之后 你再切到Visual Basic里面 你会发现 剩下一个 还有这一个 你可以再把这个关闭 这个 把它关起来 你再切过来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就会只留下一个 那这个时候 你在这里面建模组 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可能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之前刚刚有同学问 或者之前有同学 反正没有写在模组 他看到 这边好像可以点 给他点两下 成就写在这边了 执行也没有问题了 不过可能会有 就是说还是建议 写在模组里面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你模组的话是大家共用的 也就是你每一个 就是这个是指的是每个工作表 那如果说呢 你假设写在每个工作表 其他的工作表可能无法呼叫的到 另外工作表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写在模组的话 就比较不会有那种问题发生了 不然的话 不要乱点 反正基本上 也许你刚开始就写在模组里面 然后再插入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就是成绩 那成绩里面到底要写什么 其实基本上 第一个 For I OK 其实就刚刚讲了 For I等于什么 其实你可以一边看着 你要做什么 去撰写 其实我的习惯 所以为什么 在第一次上课跟各位讲过 你的把那个VBA 的撰写程式 尽量怎么样 扶在上面 然后可以移动它 主要是你就看 到底你要做什么 所以其实基本上程式 不是你用 好像用背的 或者是用什么 其实反正你就是 知道你要做什么 所以第一个 For I 等于第二到第七 有没有 二到七 那再来的话呢 For Ness 中间的话是If 有没有 那特别注意 如果是两重的 两重的结构 一定是有If 后面一定会有 Then 那一定会有 And if 在固定 中间会多一个 Else Else就是反之 那上面的东西 就是说 如果这个条件 它条件就放在中间 我去抓E栏 E栏 Sales E 大于等于60 Then 输出到哪里 H栏 所以把后面的东西 丢到前面 后面 赋予到前面 所以这个等于记得 这个等于是赋予的意思 把后面的东西 赋予到前面 那这个是反之 就是不合格 赋予到H栏的 同样一列的位置 OK 所以我们输出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就会有合格不合格的结果出现了 当然我们会需要有个清除 所以清除跟刚刚前面 要把它清除掉 好 那这个可能是比较简单一些些 就两重逻辑 也是一般 我们在做那个VBA的撰写的时候 最常出现的 If Else And If 那接下来来看 就是说多重的 所谓的多重就是说 如果在Excel里面 是If里面再插入一幅 再插入一幅 再插入一个 再插入一个 总共有三个一幅 那如果说呢 在VBA里面的话 一样是成绩多重 输出 这样子 OK 那这怎么做的 基本上有特别重要 如果你是多重的话 你必须要多学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Else Else 那Else 怎么做出来 其实这个成绩多重 撰写的方式 其实我是从上面这个成绩 把它复制贴下来 那我只改几个地方 我改给各位看 基本上 原来的这个程式是写这样子 中间这一段 好 那我改哪些地方 第一个范围一样 只是说呢 这个逻辑不太一样 逻辑这个地方改成80 输出A了 有没有 第一个 本来是60嘛 60就决定合格跟不合格 可是这边有可能有80的是A 那 再来就B嘛 B怎么办 还要再做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呢 怎么判断 请各位注意哦 请你把 一辅的这两行 复制一下 复制完之后呢 Enter 把它倒车到最前面 然后贴上 贴上 可是问题啊 你想说 老师这里有一个一辅 这边有一个一辅 那就会错 怎么办 可以把这个一辅前面加什么 再加一个else 一辅就好了 OK 也就是说呢 这个有点像是 第一次 有点像那个以前 写论说的 首先 这个是其次 OK 然后这个就反 就是 应该叫什么 就反之了 就剩下来 OK 那这个当然怎么写 再来就什么 70 这个就是B的 所以你会发现 A跟B最大的差别 只有再多这个 else 那C的话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再加一个 其次 其实有点像论说里面 再其次 写法一模一样 把这个改成60 这边改成C 那反之的话呢 就改成D了 多重改完了 应该了解吧 所以你会写上面的 下面应该也会啦 关键就在哪里呢 关键就在这个 这个东西 else if OK 大概是这样 我们来序 基本上呢 把它做完之后 执行 清除了 多重 输出了 OK 这个是第三个按钮 所以我刚刚有 做了五个按钮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颜色 那颜色要加什么呢 我刚刚有demo讲过啦 就按下去 我希望 A变蓝色 B变底色 C加框线 D加红色加出体 四种样式啦 OK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啦 我其他有兴趣自己 再去了解 基本上这样应该在很多工作上 很够用的啦 如果 那不是没事用那么复杂 只是说 工作上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输出的同时 也把A变成蓝色的话 怎么做 B变底色 而且是黄色的底色 那这边的话 特别注意 多重颜色 里面呢 基本上呢 也是从成绩多重来来改的 也是把成绩多重拿来 底下 输出之后 再加上一个输出格式 上面这个是输出那个 我们的资料 下面这一行是输出什么 输出它的颜色 那特别是颜色 以后呢 特别是你只要想到颜色的话 在VBA里面 就要记得有个函数 叫RGB 那这个RGB呢 通常是在这个Color等于的后面 那R指的是红色 G绿色 B蓝色嘛 那它的数字一定是最小是0 最大是255 就是总共256 因为从0开始 总共256 就2的八次方 那也就是说呢 RGB这边可以调出来 至少超过1000万种颜色 不过我们没有用那么多了 我们只是用最简单的 如果说你今天要更改一个字的颜色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在哪里呢 储存格 后面呢 加上一个缝 点缝 这个点缝呢 指的是 在 这一个 储存格里面的一个植物件 这个植物件呢 我刚刚之前叙述 有点像一个零件 算是一个零件 这个零件是可以设定它的颜色 什么颜色 字的颜色 所以点缝 后面再加一个它的属性 叫点Color 所以你这个地方 可以再打一个点Color OK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RGB 钱瓜糊 它会问你说 红色多少 没有红色 因为我要蓝色 没有绿色 我要蓝色全部 就255就对了 OK 破瓜糊 这样的话呢 它就知道 你的字的颜色 就要变成蓝色了 OK 第一个 所以以后 如何让你的字变颜色 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这样子 那你想说 老师 那可是我要的颜色很特别 我要很鲜艳的颜色 那我怎么办 0255 那我总不可能只有在这几种颜色吧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知道常用里面的这个油漆筒 旁边不是有这么多吗 其他色彩里面 你可以选择一个颜色 假如说你要选一个蓝好了 可是你不要这么蓝 你要有一点蓝又不要太蓝 你就自己找一个颜色 你觉得这个颜色我喜欢 那请各位看一下 这颜色调完之后 这边不是有个RGB 不就有这个数字吗 那你就把这个数字呢 填到RGB里面去 它就帮你变成这个颜色了 OK 不过其实写程式的话 没事不会用这么麻烦的颜色 不然自己找麻烦 调完之后它再打上去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可能你们在练习的时候 就用基本色就好了 如果当然你有兴趣 自己要什么颜色 就会有什么颜色 我只是举例说明而已 就是这边其实都可以调 反正你点了哪个颜色 再按制定 它就会颜色出来 不过我的习惯 有时候会取整数 比如255最大的 这个就200 这个100就好了 它接近一点点 它不会差太多了 大概就会有那个颜色效果出来 好 那蓝制OK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就底色 那底色就换一个 其实就是把缝 改成另外一个物件 就是设定它的填满色彩的物件 叫什么 叫做intero这个 intero这个物件 一样点color 可是我要的是黄色的话 那黄色的话基本上就是 红色加绿色 没有蓝色 就是黄色 OK 如果你觉得不是 你可以试试看 这边有没有 其他色彩 黄色在这里 制定吗 这边不就有了 OK 其实黄色就红配绿就对了 就黄色 所以底色就加上去了 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要把那个框线加上去 那特别注意 框线的话 其实它就是利用另外一个物件 其实它就是利用另外一个物件 叫boulders OK boulders 点color 然后后面的话就红色 RGB 红色 全部 绿色蓝色没有 那你会发现这个boulders 你想说老师那前面这个phone没有加S啊 intra也没有加S啊 那为什么它要加S呢 蛤 对 应该是吧 我想也应该是 因为有的时候说真的 因为这个是人家设计好给你用的物件 就像人家生产零件给你 那你拿回家就用组装电脑嘛 插上去而已嘛 你怎么 你也不会去care 那怎么做这个制程的 所以大概可以猜 也许是boulders 它是四边 不过应该是正确啊 那当然有同学想说老师那可不可以我也 我 不要四边 我只要上面跟下面就好了 左边跟右边不一样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boulders 其实呢 它这里面也还有其他的参数可以设定 就是你可以再刮弧一下 这个地方 不过如果你刮弧 它有一个 就是说 这个先拿掉 因为如果这个没有拿掉 它这个刮弧不会秀出相关的参数 OK 那这个里面的话就会跟你讲说 你的edge是上下左右这边 而且还有斜边的 还有水平跟垂直的 不过理论上会有那个很多个边 可以让你去做设定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瓜谷的话 它就是四个边 全部都给你要的色彩 OK 所以加上去的话 红色 有没有 boulders 全部嘛 OK color等于红色 那最后是红色再加出体 出体就多一个 就是红色刚刚讲过了 就fone color 它fone底下呢 就是把它改成bould这个 这个bould这个 其实就出体了 那出体里面的话 它如果给它一个叫true true的话就打开 那关闭的话就等于什么 等于force force的话就关闭 所以它开关嘛 开关 true force这样子 所以加上去之后的话 就有这样的效果出现 那最后当然 如果你可以加上去之后 也可以把它关掉 所以关掉的话 当然你如果按清除 你会发现 清除只能够清除资料 就跟你按一下什么 按一下那个 就是delete一样 这边按delete delete只能delete里面的资料 但是格式清不掉 除非说你用清除里面的全部 有没有或者清除格式 才有办法 但是有时候清除全部 怕本来应该留下的格式 也被拿掉 那就清除全部 就有这个缺点 所以要怎么样 把这个格式清掉 这边我有一个范例 给各位参考 基本上 而每一种格式加的方法 跟拿掉的方法 还略有不同 为什么 因为这地方 特别说color 如果要拿掉的话 不是把它设为没有 因为你设为没有 它本来是黑色的 那你把它变没有 它变成灰色的 反而更奇怪 所以第一个 如果要把那个字 变成没有的话 那请记得就是说 把它的那个字的颜色 改为黑色 黑色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加上去 它本来是黑色的 结果你变成什么 蓝色的 或者是红色的 那如果你清楚 记得怎么样 把它改回来 变黑色就可以 所以第一个 如果要把它改回来 我们清楚的话 就是改成那个黑色的 第二个话 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把什么 底色改回来的话 那就是intro的color 等于什么呢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白的啦 不过后来白的发现 那个边框的部分 它会也变消失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把它改成什么 xl9 用这个参数 就是表示没有底色的意思 那boulder的话 这个又有点不太一样 如果你要把那个boulder 框线拿掉的话 它这个叫color的index 多一个index 所以每一个家 跟哪海巷还略有不一样 最后的话呢 把资料清空 这个也是改为黑色 那把boulder改为什么 把它改为false OK 所以这个地方 我把它清楚 给各位看一下 清掉资料 并且把什么 格式给拿掉 OK 那这里的话 来试试看 那个程式 总共呢 这个可能比较长一点 然后我把它放在上面 总共会有1到5 这5个按钮 那分别的话 就是在底下这些程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有四个 有5个按钮 那分别就是 有5个sub 没有8个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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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